我在夢遊樂園裡面 飾演的是吳台生 同時他的身分又是爸爸 又是丈夫 但他好像什麼事都做不好 可是他做的事情 你又很難討厭他 甚至你又認同他 他其實像一隻玩强的小槍 很想把事情做好 但到底做得好不好 幫我評評理 看看這個吳台生 到底表現得好不好 好的 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邀請到 是夢遊樂園的演員群 還有導演 先請大家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好 佩宇喔 在片中一樣是擔任 這個媽媽的角色對不對 在上一部跟導演同樣合作 這個上岸的余 一樣也是演媽媽對不對 在這一次這部片當中 這個演媽媽有哪些 不同的突破點 我跟溫森豪飾演這對夫妻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是 有名無實了 然後還要在女人面前 就是演一對 就是假面的夫妻這樣子 假裝幸福美滿 就是可能會讓人看不太出來 就是我們到底是 是在演戲還不是在演戲吧 聽說也有 大尺度的突破對不對 跟我過去曾經拍過的 我覺得就是還好 但是可能導演已經覺得 我是不曉得 但是就是 我必須 應該這麼說好了 就是 我演的這個角色惠銘呢 她其實是 怎麼講 就是 女性欲望覺醒的一種代表 就是跟從自己心意的一個女性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她看起來蠻討人厭的 哈哈哈 西提這一次 索色挑戰大一幕 說真的 有沒有很緊張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有 很緊張啊 你現在感覺還在緊張耶 你現在 她在揍手太完全 你們是 拍太久很了解她是不是 那第一次拍攝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哪些讓你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的橋段 印象深刻的橋段 其實是 宣兵 把我爸媽抓起來 的那個橋段 然後大家 把我圍在一起 然後逼我 給出一個答案是 就是要選 選擇自由 選擇夥伴 還是選擇爸媽 夢遊樂園 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夢 然後 這就是 我學習面對現實的過程 你其實有做一些 不同的挑戰對不對 比如說我去上一些健身課啊 然後有去學習一些 一些武打是不是 每個人 這都有一個武器吧 對不對 每個人 我們每個夥伴都的話 每個禮拜都要去到那邊 然後領自己的武器 然後開始 各個超級怪的 就是上課 然後就是 道具在這喔 趕快自己零走 這是真的武器 關偉誠 在這部片當中 有沒有哪些不同的挑戰 我們怎麼在 環境裡面跑跳的時候 怎麼保護自己 不要讓自己受傷 然後比較多 宣兵這角色就是 挖掘自己內心的 叛逆因子這樣子 好 那導演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聊一聊 就是這一部夢遊樂園 他其實探討的是這個 空殼的家庭 還有親子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那怎麼會想到 要用一個廢棄的遊樂園 這樣一個概念下去 做呈現呢 我覺得廢棄這件事情 其實傳達的 他過去在 跟他父母相處的時候 的那些美好 然後也是他想要逃避 然後想要尋找 自己可以理解 或者是可以體諒父母的一個方式 廢棄的遊樂園 他到底是在哪裡拍的啊 全台灣幾乎找片了 就是很不容易在屏東 找到的這個場景 所以廢棄樂園的部分 整個都是在屏東拍的 那在搭建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你覺得是最困難的部分 那邊的廢棄感並沒有 有如同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所以美術也是花了大概 一個月的時間去重新做質感 然後去做了很多的細節 就是讓這個場景 能夠符合我們想像的條件 秦樂這樣一個不好的經驗 他爸在那邊 對 他爸在那邊 你跟他爸在秦樂 他爸在旁邊 然後說那你覺得你這樣對嗎 那就是不對 就是這種對我來說 就已經算情惡了 但是當然還有 更誇張的 但是這我就不說了 對 就是已經變成一種相處模式 對啊 我媽比較常會用那種 比如說想要跟我幹嘛幹嘛 因為我們也是 我也是單親嘛 然後有時候他想要找我出國幹嘛 然後他覺得說 如果我很忙 就沒關係 媽媽就到了 就這樣 沒關係啊 就 以後就沒機會 你自己去 你這集中真的很厲害 你講到這場 你真的走走走去去 不然怎麼辦 偶爾還是可以健康地談個 就開個會 然後調侃一下爸媽的 情樂的狀態 就調侃給他看 就是說 你平常就這樣跟我講話的 你注意一點這樣子 對 對 有趣的方式化解 當然就是它是一種很不健康的 就是表達方式 我覺得其實就是 我覺得 就是良好的親子關係 應該是建立在良好的溝通上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情樂的背後 都在於就是大家都不願意說出 自己內心真正想要講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真的好好的溝通 把你真的想要講的話說出來 然後就是我覺得就很容易 慢慢地取得一個共識 就並不需要用那種 就譬如說 就是剛剛就是偉誠講的那種方式 就譬如說你可以講說 媽媽真的很想要 你跟我一起出國啊 之類的 這樣子聽起來是不是就很 是不是就很想去 對 而且你可能就會買單對不對 對 有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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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樂園